嗨,大家好,我是Lisa 好久不见,很久没有在我的频道上和大家分享一家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忘记我呢 还是很认真的在把过去的影片拿出来练习 但不论如何,很高兴可以重新回到这边和大家分享一家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会着重在我们身体的伸展 尤其是我们的大腿后侧 然后包括我们的臀部以及侧腰的部分 如果说你常常久坐 甚至是你可能今天刚做完重训 跑步,骑脚踏车等等 都很适合今天的伸展练习 那由于今天是伸展练习 我们需要准备毛巾跟一个瑜伽砖 那可以的话,可以将你的毛巾卷成 就是滚筒状 那我们待会会需要使用它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也喜欢和我一起练习 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随时到我的网站上去搜寻最新的一家资讯 准备好之后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伸展练习 首先我们来到坐姿 但这一次呢 我要让你的双脚微微的往前延伸 让你的脚跟在你的膝盖下方 但是你不用把你的腿盘上来 就是确保你的脚跟在膝盖上方 那首先先让你的左脚在前 那如果你坐的是右脚也没有关系 等会记得交换 好,停留在这里之后 双手扶着你的膝盖 我们深吸一口气被拉长 吐气的时候将你的手往后滑 视线微微的看上天花板 然后让你的手夹在你的肋骨两旁 然后再一次深吸气 延伸抓紧你的膝盖 圆背 再一次吸气 让你的手往后 手肘往后夹 感觉肩胛骨夹背 慢慢吐气 再一次 圆背 我们再进行一次吸气 吐气 很好 将你的身体挺起来 回到中心线的位置 我们让你的双手往前走 先让你的指尖点地 感受一下你的臀部的伸展 那如果你还有空间的话 你可以再往前走多一点 那接下来让你的身体稍微左右 晃动摇摆一下 感受不同的角度 给你的后背 臀部带来的伸展 那如果你还有空间的话 慢慢将你的手肘放在地板上 然后将你的身体微微的前弯 但确保你的坐骨都是坐在地板上的 没有让你的坐骨浮起来 你会感觉很深沉的 臀大肌的伸展 尤其是放在前面的那一只脚 我们要在这里停留稍微久的时间 所以你会感觉 这样子的伸展更深沉 但是请你不要憋住你的呼吸 还是确保你的呼吸均匀顺畅 那借由呼吸 让你每一次吐气的时候 感觉你的臀部又再伸展更多 最后一个深呼吸 慢慢将你的双手往后走 身体提起来 好我们交换脚 交换脚 一样确保让你的脚踝 脚跟在膝盖下方 可能会发现双脚有点点不一样 但没有关系 好停留在这里之后 再一次双手扶着你的膝盖 我们深吸一口气 慢慢的让你的视线上看 手肘夹 双手滑下 接近腰间的位置 吐气 慢慢的圆背 视线看向你的肚子 再一次深吸气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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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吸 吐气 吐气 我们将你的身体回到中心线 慢慢双手往前走 走到你最远的位置 但是坐骨还可以在地板上之后 慢慢将你的身体稍微摆动一下 感觉 不同的角度 带给你身体的伸展 慢慢将你的手肘 贴在地板上 那如果手肘掌心 没有办法贴地的 你可以把你的砖拿出来 让你的手掌 放在砖上 或者是放在你的手肘下方 那一样 我们要稍微停留 比较久的时间 借由你的呼吸 放松你的臀部 不要让你的臀部紧绷 很好 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双手往后 走 身体提起来 我们先将你的一只脚打开来 另外一只脚 往内 可以的话 尽量让你的脚板勾勾 接下来让你的瑜伽砖 放在你的右大腿内侧 我们先让你的手肘 放在你的砖上 让你的头整在你的指尖 或者是掌心上 好 深吸一口气 左手举高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左手在后面 十指交扣 你的后脑勺 但是要让你的肩膀往后 翻开来 好像后面有一个虚拟的墙 你要让你的背跟肩膀 都依靠着这个墙 所以要让你的胸口 翻开来 停留在这里 右脚是勾勾的 尽量让你的脚呈现 不是放松的状态 好 如果你觉得你还有空间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砖再往下多一点 柔软度够的同学 甚至可以让你的右手来找你的脚踝 左手继续延伸 然后也要来找 停留在这里 可以的话 尽量让你的胸口翻开来 如果胸口没有翻开来的话 就让你的手回到你的头后脑勺 然后让你的左肩翻开来 好 再两个顺呼吸 然后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好 我们接下来先将你的砖拿到一旁 我们让你的身体往前掌心贴地 让你的脚提起来之后 让你的左脚 慢慢的摆到跪姿的位置 你可以调整一下 让你的膝盖跟你的脚跟 可以连着一直线停留 在这里 好 我们深吸一口气的时候 先让你的左手举高 吐气的时候 左手往后背 可以的话 抓住你的右大腿内侧 然后用手推地板的力量 胸口翻开来 好 慢慢将你的手解开 让你的左手穿过右手下方 所以身体要往右脚踝走很多 然后让你的左手可以抓到你的脚踝 头后脑勺放在地板上 另外一只手往前延伸放松 那如果抓不到的同学 把你的毛巾拿出来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毛巾变长 然后手抓毛巾 然后一样停留在大猫巾 要让你的左边的肩膀在地板上 头后脑勺已经凉在地板上 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内侧 后侧 以及腰间的伸展 好 慢慢将你的右手收回来 身体推起来 推起来之后呢 让你的屁股往后推 可以的话 坐在你的左脚脚跟上 慢慢手肘往下 让你的右脚脚趾头是往前的 那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让你的额头放在你的手背上方 停留在这里 会感觉你的大腿内侧的伸展 然后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我们要让你的左脚往前收 屁股再坐下来 我们现在要换边 我们来到另外一只脚 右脚屈膝 左脚往侧边延伸 将你的砖拿出来 选择你适合的高度 让你的手肘先放在砖上 头整在你的掌心上 深吸气右手举高 吐气的时候 在背后十指胶扣 胸口翻开来 让你的肩膀后背贴在 后面的虚拟墙上 所以要有一个翻开来的动作 那一样还有空间的同时 继续往下走 停留在这里 保持你的呼吸 然后脚板勾勾 那再有空间的同时 让你的左手可以抓你的脚踝 右手也去抓你的左脚板 然后胸口再翻开来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抓到 或者是抓到的时候 胸口翻不过来 那你就再让你的手回到头后 脑勺 身体旋转 开来 停留在这里 再三个深呼吸 然后慢慢将你的身体拉回来 哇 应该有感觉后腰有被松开了 好 接下来让你的身体往前 掌心贴地 身体推起来往前 先让你的膝盖 呈现90度的位置 左脚微微的往内收 然后让你的左脚脚趾头朝向前方 脚跟跟你的膝盖可以连成一直线 好 停留在这里之后 先深吸气 让你的右手举高 吐气 右手往后背 你会发现左右两边不一样 像我这边就比较紧 没有办法翻开来这么多 那一样可以抓到你的大腿内侧的话 就尽量让你的手可以抓到大腿内侧 抓不到的就放在后背 就可以了 很好 吸气 手再一次举高 吐气 抓住你的左脚脚踝 右肩在底下 后脑稍微在地板上 然后让你的身体扭转 呈现大猫 这个动作很舒服 我自己很喜欢 慢慢将你的左手收回来 身体推起来 推起来之后呢 让身体先回到中心线的位置 再让你的坐骨坐在你的脚跟上 那如果坐不到的同学 就让你的坐骨坐在砖上 那坐到之后 慢慢将你的身体放下 然后你可以用手背 然后你可以用手背 护蝶额头放在你的手背上 保持你的左脚脚趾头朝向前方 所以你会感觉大腿逆次的伸展很多 然后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再一次让你的脚往前收 屁股坐下来 好我们要来到坐姿的部分 先让你的身体转向垫子的另一方 好我们坐好之后呢 让你的身体往后指尖朝前 让你的右脚勾勾 放在你的左脚膝盖上方 然后让你的身体往前走 脚跟接近你的骨盆 然后身体再推高 好我们停留在这里 那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一样屁股可以坐转 然后来协助你在这个位置 停留 至少五到十个呼吸 好慢慢将你的左脚伸直 让你的右脚踩进来 在左大腿内侧 好确保你的骨盆是朝向 跟你的脚趾头是同一个方向的 让你的脚板勾勾 我们深吸一口气 双手举高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双手去找你的脚踝 那如果找得到同学 再让你的右手去抓住 你的左手手腕 那如果抓不到的话 没有关系你可以抓脚板 再抓不到脚板抓脚踝 或者是小腿 那如果真的离你很远 毛巾拿出来 然后双手抓真的 毛巾都可以 好每个人的状态不同 好我们一样要至少停留五个呼吸 好身体慢慢的停起来 接下来 接下来让你的右脚跨上来 我们要变成有一点点单盘 练花盘 那可以的同学就进行 不行的话 你就让你的脚在刚刚的练习停留 稍微久一点 好我们接下来要让你的右手往后 扭转之后 可以的话抓住你的脚踝 你的另外一只手可以来协助 抓住你的脚趾头 sorry 你的另外一只手可以来协助 然后伸吸气 左手去找你的右脚 左脚 sorry 然后再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往前 手腕弯曲停留 在这里保持五个呼吸 很好慢慢伸吸气身体提起来 手解开 让你的右脚踩在左脚外侧 右手往后 指尖点地 伸吸气 左手举高 让你的肚子这里有个空间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肘在你的膝盖 外侧 手肘推膝盖 膝盖推手肘 扭转 停留 那尽量让你的脚柱是直的 然后不要变成弯曲的 很好 将你的手解开 好 我们要让你的身体往左侧扭转 扭转的时候呢 你可能屁股会挪一下 但没有关系 好 扭转之后 让你的双手掌心贴地 然后慢慢身体往下 额头点地 停留在这里 要确保你的脚的位置没有改变哦 我知道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呢 对你的侧腰还有后背 你会感觉到 你会感觉到 你的侧腰还有后背都有伸展 好 我们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接下来让你的手肘点地之后 身体整个扭转过来 扭转过来的时候 让你的左膝盖放在地板上 来到人面师身家半青蛙腿 停留在这里 这个对于久坐的人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的波兰非常的冷 只有11度而已 所以我穿很多在练习瑜伽 感觉你的后背 大腿内侧的伸展 好 接下来让你的身体 放松 额头点地 让你的双手 在你的肩膀下方 五指张开 掌心贴地 后脚尖 颠 让你的身体 推起来 推起来 回到下犬式 我们今天 其实不是流动瑜伽 是伸展 所以会发现 课程的排序 有一些不一样 好 我们停留在这里 你可以让你的膝盖 弯曲一只脚 再换另外一只脚 让你的脚踝 小腿 稍微暖和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 让你的右脚屈膝 身体扭转到左侧 手继续推 左脚伸直 让你的右脚屈膝 左脚伸直 你会感觉你的侧身的伸展 然后我们换边 右脚踩下来 左脚屈膝 好 回到下犬式 接下来让你的左脚脚跟踩下来 右脚踢高 朝向天花板 让你的右脚在空中屈膝 但是上半身没有翻开来 尽量让你的胸口还是对着垫子的 接下来让你的右脚往前 跨过左手手肘 往左侧踢 让你的左右脚可以来到跟双手连成一直线的位置 然后让你的侧边坐骨放下来 手继续推地板 胸口朝向前方 所以没有扭转过来 让你的胸口朝向前方 你会感觉你的侧腰到你的大腿外侧 我们说的那个金束肌IT band 得到一个伸展 好 我们要让你的身体趴下来了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手肘 放在地板上或者是双手张开 额头放在你的手背上停留 好 让你的身体抬起来 掌心贴地 我们要让你的右脚 你可以先让你的左脚颠 右脚收进来 我们要做歌式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的辅具就会派上用场 你可以选择用 砖或者是将你的毛巾卷成一个滚筒的样子 然后让你的身体转正 然后你可以让你的毛巾或者是 砖放在你的右臀下方 然后再慢慢让你的小腿往前伸直 看可不可以接近跟地板平行的位置 然后双手指尖 点地 身体提起来 让你的骨盆是正的 你会感觉你的臀部的深层的伸展 那如果你骨盆歪掉的话 就尽量让你的身体瞧回来 那你可以试着用砖或者是卷毛巾都可以 那每个人的柔软度不同 如果你需要的高度比较高的话 就采用砖的方式 好我们接下来 要让你的身体趴下来 趴下来 一样可以选择手肘 或者是额头放在你的手背上 停留五个呼吸 你从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提起来 你可以将你的脚跟收向骨盆的位置 然后身体 到中心线 然后让你的后脚屈膝 右手往后 抓住你的后脚 由内抓住你的后脚脚踝 那如果还是需要在右方的 坐骨下方 夹你夹转的就夹 然后手推你的 掌心 视线看向正前方 然后让你的左手也推地 感觉你的胸小肌 还有肩膀 的伸展 当然还有我们的骨盆 后背 很好 将你的双手双脚解开 好 我们将你的身体再一次推到下全式 好 感觉一下左右两只脚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我们要换边了 让你的右脚 脚跟踩向地板 左脚踢高 踩向天花板 左脚在空中 左脚在空中屈膝 慢慢将你的左脚跨过你的右手肘往侧边踢 然后尽量让它跟你的双手可以连成一支线 身体 身体回向正前方 顶流在这里一下下 感觉你的骨盆后腰还有大腿外侧 好 慢慢将你的身体 爬下来 爬下来 顶流在这里 那一样可以选择 再整个爬下来多一点 好 慢慢将你的身体 踢起来 踢起来 脚趾头 点地 左脚收进来 变成我们的 隔室的位置 那如果需要加砖的话 或者是加卷毛巾 就放在你的左边骨盆的位置 然后尽量让你的小腿往前 挪一点点 小腿跟地板平 小腿跟垫子平行 停留在这里 慢慢站着身体往下趴 我们刚刚好像少做到一个序列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再把它补回来 好 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提起来 那接下来让你的脚跟往内收 那你可以把你的腹具放在一旁 后脚屈膝 左手绕一个大圆 抓住你的后脚 用内抓住你的脚踝 然后让你的脚板勾勾 脚推手臂 身体看向正前方 有一个推拉的动作 有一个推拉的动作 停留在这里 很好 慢慢将你的脚解开 脚解开 好 我们让你的后脚往前收 因为我们刚刚少做了 因为我们刚刚少做了另外一边的 左脚延伸 右脚延伸 左脚屈膝 才让你的大腿逆侧 让你的骨盆正 深吸一口气 双手举高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去找你的脚板 让你的身体前弯停留在这里 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我们让你的左脚 我们让你的左脚 莲花盘 让你的右大腿逆侧 脚板勾勾 深吸一口气 左手往后画一个大圆 可以的话 抓住 你的脚趾头 再慢慢让你的另一只脚 抓住你的手脚踝 深吸一口气 吐气 手腕屈膝 身体前弯停留 然后慢慢将你的身体提起来 让你的左脚踩在右脚外侧 左手往后画圆 指尖点地 深吸气 右手举高 吐气的时候扭转 受周推膝盖 膝盖腿受周 好 将你的手解开 手解开 我们接下来要让身体往右侧 扭转 屁股会稍微挪一下地板 没有关系 扭转之后 掌心贴地 可能一只手在垫子外 还没有关系 慢慢的手肘弯 额头 垫地 停留 脚的位置没有变 很好 身体提起来 手肘贴地 让你的身体扭转到垫子 来到人面师身 加青蛙腿 一定要借由你的呼吸让身体往下沉更多 实现 看向正前方 不要看地板 最后一个深呼吸 很好 我们慢慢将你的身体往前 额头点地 掌心在肩膀下方 后脚肩颠 身体推到下沉式 这就可以接续刚刚序列的动作 然后让你的膝盖跪地 我们回到地板上 那我们做最后 刚刚又少做了一个动作 现在上起来 让你的双脚踩在地板上 左脚 放在你的右膝盖上方 指尖朝前 让你的脚跟接近你的骨盆 骨盆接近你的脚跟 身体往前走 停留在这里 一样可以选择做砖 很好 让你的脚解开 双脚往前延伸 让你的双脚稍微动一动 我们最后一个动作呢 你的膝盖可以微弯 没有关系 或者是在底下放上你卷的毛巾 好 我们深吸一口气 背拉长 吐气的时候 掌心朝上 我们圆背 让你的身体往下沉 脚板不用勾勾 放松就可以了 停留在这里 让你的脊椎 得到一个回复的动作 然后让你的身体慢慢的提起来 如果你有需要大休息的同学 可以进行大休息 那今天 这个就是我们的伸展课程 从头到尾做完 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呢 请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做完后是什么感觉 那也别忘了 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虽然我更新的速度变慢了 但是我还是会记得更新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